说起赵绍康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上世纪90年代 赵绍康曾在选举中拿下80%的选票 被称为国民党的政治金童 1994年败给陈水扁后 赵绍康转战媒体界 如今打算在2024年 卷土重来的赵绍康 却被周玉寇盯上 据环球网报道 13日赵绍康控诉周玉寇 要求赔偿 道歉的官司在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理 双方的恩怨还要追溯到2021年 当年8月 周玉寇发文指控赵绍康将新单电台 据为己有抛弃妻子 去年9月 周玉寇再次在社交媒体上 批判赵绍康家暴 不认骨穴还提到了赵夫人 尹小姐暗指赵绍康有外遇 赵夫人自然指的是赵绍康的第二任妻子梁磊 而尹小姐指的是台湾政论节目主持人尹乃京 岛内房间盛传两人关系亲密 在同期播出的电视节目中 周玉寇与赵绍康隔空互骂 赵绍康回呛周玉寇造谣 而周玉寇对赵绍康指责他是民进党侧意极度不满 扬言如果赵绍康还揪着不放 就继续报他的猛料 忍无可忍的赵绍康向法院控告周玉寇和他所属的民事 要求道歉 赔偿一千万新台币 并下架相关节目 13日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时 双方都委任律师出席 周玉寇的陈情书提到他有关赵绍康私生活的消息 来自国民党身居要职的友人为和中广员工毕 但周玉寇的律师以隐私为由拒绝向法官透露 这两位消息人士是谁 周玉寇1953年9月出生在台湾 1975年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当上了记者 并在任职于天下杂志以及联合报这些纸媒期间有了一些名声 上世纪90年代进入电视和广播界 自1996年飞碟电台开播起 主持飞碟早餐直到2004年辞职 2004年算是一个分水里 在此之前 周玉寇在政治立场上支持中国国民党 曾帮当时兼任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出书 书名为李登辉的一千天 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 他因对连战友意见和国民党针锋相对 同时还与时任飞碟电台董事长的赵少康 时任飞碟晚餐主持人陈文倩不合 最后请辞飞碟电台的所有工作 并退出了国民党 这时周玉寇的立场转向绿营 之后在李登辉的邀请下加入鼓吹台独的台湾团结联盟 2006年台湾团结联盟提名周玉寇代表该党参选台北市长 结果他不断攻击同属范绿阵营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谢长廷 当年10月 有台湾团结联盟成员批评周玉寇跟无头苍蝇一样忙撞乱冲 还说如果他继续这种不理性做法 没人敢跟他一起选举 同年11月 周玉寇被台联党开除党籍 但他并未因此退出选举 结果仅得到可怜的3300多票 在6名参选人中垫底 2008年 周玉寇公开表示支持马英九 政治立场也转向支持国民党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 他重新向国民党申请恢复党籍 2014年 因不满兼任党主席的马英九 提名连胜文参选台北市场 周玉寇再度与国民党结仇 2014年年底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之后 周玉寇又投降绿营的怀抱 2018年创立自己的新闻媒体公司 放言科技传媒 目前主持民事的辣新闻152 以及宝岛联播网的新闻放鞭炮 由于政治立场多次转变 周玉寇在岛内有政治变色龙 资深叛将的称号 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周玉寇每次转变政治立场 都是投入台湾执政党的怀抱 完全是为了使个人利益最大化 周玉寇的第二个标签是恐怖情人 这几天就在周玉寇大报 蒋笑颜二十多年前婚外情的女主角 是前中国小姐张淑娟史 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嘲讽说 周玉寇本身就涉及一场不伦事件 这指的是周玉寇1995年 和时任台湾省政府新闻处长黄义娇相恋 但要命的是黄已婚 而且还和明远和丽玲交往 所以周玉寇算是小三小四 这段关系很有戏剧性 周和发现黄已婚劈腿后联手 有一天周玉寇躲进和丽玲的衣柜里 偷听两人对话 和丽玲当时故意大声问 黄已婚和周玉寇到底是什么关系 黄随即以不屑的口吻回答说 那个沙皮狗啊 怒不可遏的周玉寇冲出衣柜 指着黄破口大骂 1998年2月 他不仅公开此事 还爆料为黄堕胎 结果黄被降了职 这还不算完 周玉寇将此事写入 事关政治 兴于谎言的故事一书 1999年 台湾著名导演赖生川 以该事件为灵感创作出舞台剧 是三角关系 周玉寇有过一次婚姻 2001年7月与美籍华裔商人李贤仁 在美国 波士顿结婚 2006年 周玉寇竞选台北市长期间 李贤仍曾公开立体 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同框 2017年5月 他们办理离婚手续 分道扬镳 对民进党来说 周玉寇也无异于一个恐怖情人 公开资料显示 他的放言传媒这几年拿到当局上千万元新台币的标案 不仅如此 民进党还给他独家喂料 疫情肆虐期间 台防疫指挥中心还没公布当天确诊数字 周玉寇就提前在自己的节目上准确公布了 他也因此有了地下部长的称号 结果周玉寇坐大后 仅仅把自己和陈时中捆绑在一起 他不仅在节目和社群媒体上 多次对陈时中表达敬仰之情 大谈我就是爱阿中 还呼吁选民喜欢周玉寇就投给陈时中 台湾网友因此发明了实质紧扣这句成语 但周玉寇强势霸凌张书娟 没有实证就接人隐私的做法 已经激怒了台湾民众 他自己也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他 面对周玉寇的强势示爱 陈时中极力想切割 但又不敢回绝 有苦难言 周玉寇的这份爱 让他与广大选民为敌 近一周来 陈时中的民调掉了五个百分点 且还在跌跌不休 游岛内舆论是这样形容的 周玉寇的爱 是充满歇斯底里的情绪勒索 遇到他人反击 周玉寇对着镜头大哭起怜 在地上打滚求饶 没有做不出来的事 面对这样一个没有羞耻心 翻脸如翻书 实时秀下线 且没有底线的人 陈时中和民进党可要当心了 因为这个前一秒 还口口声声说爱你的恐怖情人 下一秒却可能会用尽全力 反咬你一口 台北市长柯文哲形象地说 起初是狗咬尾巴 后来是尾巴咬狗 有一天即使狗尾巴被剁下来 也会自己摇 他进一步解释说 当局有时会收买 聘用名嘴来带风向 但当这些人越来越膨胀 即使想切割也没办法 总之 民进党本来是想豢扬网络打手 结果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这叫自食恶果 周玉寇的第三个标签是败诉大王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知道 他一贯靠揭露他人隐私 赚取收视率 用真穷赚的台词说 就是用他人的血暖自己 正因为如此 周玉寇多年来官司不断 由于没有确凿证据就乱爆料 他几乎逢官司就输 比如周玉寇2014年公开指控 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收受政治现金2亿元新台币 马提告求偿 2019年4月 台湾最高法院维持二审判决 认定周玉寇是专业继承 却未经合理查证传述不实事实 侵害马英九名誉 判他虚赔偿180万元 并在中国时报等四大报头版 刊登道歉岂事一天 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当时说 周玉寇登报向马英九道歉 不帮他高调一下 对不起台湾的公道是非 他强调举头三尺有神明 善恶到头终虚报 再说一起案子 2015年 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透露 选签某企业家 曾拿三亿元新台币给他的对手 后来周玉寇点名郭台铭就是三亿男 其政治现金给了时任台北市长候选人连胜文 郭台铭愤而提告 2019年 台法院判周玉寇赔偿200万元新台币 同时在四大爆头版刊登半版道歉启示 有台媒说 仅在2019年一年 周玉寇打官司就赔惨了 今年八月 周玉寇因声称旺旺中石集团董事长蔡衍明 酒色才气名声在外 还说中天是红色媒体 被判赔280万元新台币 还有一些爆料 虽然没有吃官司 但饱受批评 2021年6月 周玉寇公开质疑连战夫妇打特权疫苗 试图帮民进党当局转移抗疫不力的焦点 结果医院方面回应说 连战夫妇虽不属于优先接种的前三类人员 但因连战罹患恶性肿瘤 主治医师希望他接种疫苗 夫人连芳宇则是陪并进出医院 加上当局已打算开放75岁以上老人接种 因此医院为连战夫妇接种了疫苗 反倒是周玉寇本人 没有确诊 却要医生到他家做裁剑 坐实了搞特权 眼看陈时中的选情被周玉寇严重拖累 民进党坐不住了 27日 亲律的民事召开常务董事会进行危机处理 决定取消周玉寇辣新闻在53台的联播 退回152台播出 等于把他的节目逐出黄金品党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洪威认为 民事的决议并没有真正解决周玉寇遏制媒体内容的本质 除害只除了一半 以周玉寇的性格 显然不会就此罢休 他扬言28日将向蒋万安和王洪威提告 王洪威嘲讽说 周玉寇根本是在转移焦点 真正抹黑 泼脏水的人就是他 蒋万安没告他已经很客气了 他还好意思先下手为强 相信这次提告 只是让他多加一次败诉记录而已 对台湾社会来说 以走一个辣新闻 周玉寇还有政论节目 还有广播 社交媒体 民进党虽然断了半尾 但陈时中未必能求生 如果周玉寇由爱生恨 恐怕才是陈时中和民进党最大的梦魇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